各位观众朋友午安欢迎收看这节1400整点新闻 我是林荣 欢迎到头条 向来关心中油男子总厂传出有巨大声响 出不了解施工厂内的合作厂商中科公司 在上午施工人员进行拆除作业时 疑似管线遗留油气引发爆炸火警 造成了一名工人受伤 左手臂被炸飞伤重不止 接着来关心天气消息 受到了封面通过 加上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影响 北台湾低温只有14度 那入夜之后还会更冷 明天深夜北部沿海空旷地区低温 跟可能下台10度要一直到星期五 才会明显的回温 另外气象局表示 中太平洋赤道区有一波对流云气 会让3月的春雨量会更少 对已经吃紧水行吃紧的台湾是更加不利 老天不下雨 让靠天吃饭的农民必须抽水来应急 但是近来农民的抽水机经常被不肖人士给偷走 为了保护财产 农民是各处齐招来掩饰抽水机 但是久未下雨也让超抽地下水的问题更加严重 日月潭包含了饭店餐饮还有周边的产业 白蚁观光商机全仰赖日月潭的虎光山色 但是因为缺水 饭店一碗上万元的观景套房 现在往外看 除了美景还多点爱演的岸边干涸黄土 那还好悬光丝码头水深还够 游客站时还能搭船去吃阿婆茶叶蛋 水月不足让总统鱼变得更难捕捞 只能暂时靠着人工养殖来控制住总统鱼大签的价格 我还看到这些旗在高雄有两场旅展 很多民众想抢好康石 却发现这个旅展怎么怪怪的 因为除了旅行设摆摊 现场竟然还有市区的摊位 伴手里摊位坚果跟素食等等 那连信用卡卖场会员卡也在展场拉人 让民众好纳闷 伴手里或是素食到底跟旅展有什么关系呢 业者解释 整个场地是让旅展 伴手里跟素食展来瓜分的 难怪民众是一头雾水 而且两场都号称国际旅展 但是摊位分散 民众也抱怨逛起来有点空虚 现在不少业者都会推出除职卡 方便民众来购物 但是却有民众表示呢 除职卡要退费却是限制多多 像是摩斯和加勒福 除职卡的余额就是不能退的 那另外有业者则是要收取手续费 对此台北市消保官表示针对除职卡退费部分呢 目前没有规范 不过业者必须在官网清楚的告知 让消费者了解选择 您知道每次出国机票费用 还有一笔机场服务费吗 超过27年 每涨价的机场服务费酿要调涨了 消费部已经报请行政院审查中 一旦审查通过 从5月1号起 国际机场的机场服务费 将一口气从300块涨到500块涨幅将近七成 辛苦工作的上班族薪资水准确实节节倒退 立法院推动加行四法修正草案 修法呢 将从过去鼓励企业加行的宣誓性改做法改为强制性 那初步会从1700家上市贵公司开始规范 预计全国将有三分之一的劳工可受贿 那另外由于台湾平均的年工时高达2124个小时 比美国、日本、德国都还要高 甚至被怪上是过劳倒 劳动部也规划要来推动企业全面周休二日 正式焦点来关心民进党发言人徐嘉青 农历年前赴美演讲时经报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 参向营造业老板募款 职场活动下来受了献上几十亿元 那不止如此还唱陈水扁儿子陈志忠凭什么选立会 徐嘉青的发言是引发轩然大波 那上午选择声音不回应 但是透过了一纸声明 宣布请辞民进党发言人职务 爱国同兴会这两天被信息分局盯上成员 遭到逮捕 不过冯波还没平息 今天市议员收到了民众陈情 指控为在悉尼南路上的爱国同兴会总部 剧赌、违禁以及噪音扰明要求各相关单位研办 不过都没有具体试证碰了个软钉子 持续来关心高雄监狱爆发囚犯挟持案事件 法务部长刘英雪及前典狱长陈世智 都被请到立法院要来说明原因 对于外界关注为何法务部的检讨报告 前后版本天差地远 罗英雪澄清说是内容深度不同不是作假 而另外被罚官的陈世智也在立院发表了个人看法 强谱自己处理得宜 没有酿成大祸还算是管理不错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推出捷运连开案公共住宅 那本然要为居住正义打头证 说要让年轻人都租得起 但是最后的租金价格却让人为之却步 上午市议员召开了汽车会 质疑刻板公宅实在是太贵了 超过理财专家建议 房屋支出最好不要多过月收入三分之一的标准 那像是龙山市站跟港前站 最便宜的公宅租金得要月入五万五才有能力负担 但是根据主地处统计 22到44的壮年人口呢 平均月收入也才三万五千多 国地消息 德国汉堡市的闹区 以精彩夜生活闻名 每年吸引超过20万名游客前往朝圣 但是狂欢厚的碎汉 常常贪图方便就随地扫解 街道上是充斥尿骚味 让居民苦不堪言 于是呢 他们决定在附近的墙上 涂一种特殊的防水漆 只要醉汉朝着墙面发射呢 尿衣就会反弹 见到自己的鞋子 虽然这种防水漆要价不菲 但是居民表示非常值得 好 央视国际消息 乌克兰东部战火 为习情绪紧绷 但是乌克兰政府女兵呢 在国际妇女节这一天 放假参加选美 平常驻守前线拿枪的女战士们 是脱向了军靴 换上高跟鞋 不穿迷彩服 改穿性感晚礼服来走秀 展现难得的女人魏 博得满堂彩 不过有女兵说呢 穿这样真的可不习惯 网络后带您关心 嘉宜对灵性生地 共振警车 经过嘉宜六三线道一竹断 一次车速过快 失控制着路边的 反光标志和灯杆 造成两人伤重死亡 另外网络上流传 把已经熟透的 香蕉皮肤在脸上 可以吃除老人般 不过皮肤科医师出来 辟谣 辟性凝重 小心越抹 皮肤越黑 请休息一下 更多的新闻内容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华语新闻 意外消息来关心 九台车连环追的现场 就发生在 省道台七十四线 台中北屯家道处 有车辆准备 也要离开家道 那一次呢 想要违规左转 却造成了 行驶平面车道的 直行刹死车 来不及刹车 直接撞上 跟在后方的车辆呢 也全部撞上来 突发撞车意外 让九台车 全部撞在一起 造成三人受伤 嘉宜对灵性兄弟 共乘机车 经过嘉宜六三线的 一竹短 那一次车速过快 失控自撞了 路边的反光标志和灯杆 造成两人伤中死亡 那由于这对兄弟 家境并不好 母亲好不容易 等到两个兄弟长大了 可以赚钱养家 没想到兄弟双亡 但母亲忍不住大哭 说为什么要骑这么快 还终于一名国医少女 到一中商圈的 饰品店穿舌环 但是没想到回家后呢 发烧 上吐下泻 半夜挂急诊 一时检查发现 少女是感染肠胃炎 她的母亲气得 要求业者赔偿50万 因为小孩是未成年 父母根本没有同意 加上呢 用来穿动的供器 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消毒 才会造成感染 目前双方对于赔偿部分 没有公式 收尾消息来关心 池上毒品呢 真的是害人又害己 有名百货公司的贵姐 因为缺钱出国 买名牌包 被毒销吸收 以30万元的酬劳来运毒 那前天返国时 被警方在其拖运的 一箱糖果森林中 搜出了12块海洛英砖 警方说运毒最重 可除死刑 为了30万元呢 铤而走险 实在太不值得 南投警方 昨天上午在 国道3号的南投交流 到附近发现了一辆兵士赃车 正想上前盘查 没想到这辆车 却突然加速冲撞 两名远警急忙闪开 接着射连开三枪制止 那其中一枪穿过了车门 打伤开车的嫌犯 而副驾驶座的男子则下车 不断地跟远警呛瞎 耍无赖 随后呢 都被制服 还搜出了两包毒品 跟一把枪 可怕的是 当时手枪就插在 歹徒的腰间 让警方捏把冷汗 来美式新门丁发生了一起砍人事件 新门丁一家 泰式养生馆的烙信员工 因为不满 另一名范姓同事 工作态度散漫 狠狠地往范姓同事身上砍了一刀 新门市三重 一只米克斯狗 被丁信男子用便当拐走 虽然警方在货报之后 只花了六个小时 就在新装巡货了 不过狗狗呢 已经因为颈椎断裂死亡 警方巡线逮到了丁信男子 丁信男子说 狗是被狗链绕紧才死掉的 而自己因为喜欢这只狗狗 所以才会带走它 刘信四组哽咽地说 狗狗是它一手带大 每天还一起上下班 对于丁信男子的说法 刘信四组不能接手 决定提出告示 来关系国际消息 日本东京的澀谷出站前 有一座中泉小八的狗狗雕像 小八痴痴等待主人的故事 流传将近90年 东京大学特别打造了一座新红像 在小八的季日3月8号制片节目 让小八再度飞扑到主人身上 您曾经幻想过 可以跟自己的宠物 像料理属王般的一起来做菜吗 那在日本就有一位主人 带着他的柴犬一起做料理 想不到爱犬不仅帮不上忙 还在旁边帮到忙 不止是把桌上的调味料 弄倒一地 刚担出来的食材 还被全被吃光 最后主人实在是受不了了 崩溃痛苦 另外来看到网路上流传 把已经熟透的香蕉皮肤在脸上 可以去除老人斑 原理是这些香蕉皮内侧的白色纤维 也就是白麦 里面含有一种胶皮素 可以去除老人斑 但真的如此吗 皮肤可以是出面辟谣 提醒民众 小心越抹 皮肤越黑 娱乐小组来看到 艺人Selina 因为烧伤身体 留有疤痕 经过这些时间的心理调试 她已经能接受了 同时也不再遮掩 但是偶尔还是会遇到关心她的民众 那就传出有位大审 看到她的伤疤 竟然直接对Selina说 伤疤这么难看 你露出来会吓到人 让一旁刚好听到的民众好生气 不过Selina本人倒是很平静的说 就算是伤疤 也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再来看到今年国片 由诸葛亮的贺岁喜剧 《大写临门》以2.2亿元票房 打响投跑 那接下来还有10部的国片 在台阶棒上映 像是由舒琪主演的 《念影娘》和《我的澎湖湾》 就被列为是影迷最期待电影的第一名 尤其是舒琪在《念影娘》一片中 传出为了拍摄武功戏 身上有多处地方受伤 更让影迷期待她在剧中的演出 非常感谢您收看这节的华语整点新闻 也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是林荣 我们稍后再会